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那我点了 你点 一个干锅鸡 青炒西兰花 橙色诱惑 再有一个大橙汁 喂 我在吃饭呢 麻辣诱惑 你跟谁在一起啊 一会儿我就上路了 差不多八点多能到苏州吧 你在家就多待几天吧 你哥这边你就放心 有我照顾呢 不好意思啊 把你一个人留下来 跟我瞎客气什么呀 那去年不是你陪他吗 今天轮到我了 好了好了 你路上开车小心点 好 拜拜 你要回家啊 今天晚上我回去陪我爸妈过节 谢谢 谢谢 这第一杯码我向师父赔罪 前两天徒弟心情不好 把邪火都发到你身上了 我当你小孩子发脾气 懒得理你 我就知道嘛 师父你大人有大量 这第一杯 徒弟先干为敬 这第一杯 徒弟先干为敬 嗯 哦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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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 放汤那边吧 好的 你不是挺能吃辣的吗 我这两天肠胃不太好 想吃的清淡点 怎么都没胃口呀 看来 就我没心没肺 你还要吃的 什么事啊 非得今天说 再说了今天大过节的 还不赶紧回家 就是因为过节 所以回家之前先见你一面 我明天一大早的飞机 陪老爸老妈去海南玩几天 对了 给你看 什么呀 节日快乐 节日快乐 一件大衣 还有一瓶香水 应该是你喜欢的牌子 真是太谢谢了 你看 我都没给你准备礼物 真是不好意思啊 这次不回老家陪爸妈过节 或者干脆找个地方旅游 放松几天 我哪有时间 我还要去医院陪我老公 那你老公 治疗什么时候开始 节后还要做一次全面检查 胜算大吗 听听由命吧 好 真可怜 陪了一个时光过节 是啊 真不容易 好 我 好 那我 我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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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这么多好吃的呀 妈妈 你真棒 饭后还有刚出炉的草莓小甜饼 和这咖啡呢 好 幸福啊 顾伯伯 妈妈是不是一个百分百完美嘱咐啊 那是当然 没想到我能够提前出院 带着阿布和你们一块过节 太高兴了 那我们干杯吧 祝贺顾伯伯康复 也祝妈妈和顾伯伯节日快乐 身体健康 谢谢 顾伯伯 你说男人是不是都喜欢 像妈妈这样 轻言细语 温柔贤惠的女人呀 男人喜欢轻言细语的女人 因为他们本能地认为 这样的女人相处起来 会少很多摩擦 真是这样吗 其实两个人的感情世界 就像是彩色的气球 经不起阵间轻轻一碰 所谓绝对完美和解的感情世界 只不过是艺术家编织的梦想而已 新年好 你不是回家过节了吗 买这么多吃的 应该的 你们是白衣天使吗 最辛苦了 你和新姐总是这么客气 快进去吧 新姐医院的病房呢 好 今天过节 你听到外面的病房声了吗 外面下了好大的血 就不想跟我说说话吗 你那天 是真的要跟我分手吗 你真的不爱我了 如果你不爱我了 为什么你还要不顾一切地 救我 保护我 你还要不顾一切地 这些年 我甚至 在想是不是应该感谢那几个歹徒 让我看到了另一个你 如果那天晚上没有发生那件事情 也许你早就离开我了 妈妈 你真是太悲观了 不是悲观 妈妈是想让你客观冷静地对待感情和生活 所以我现在 所以我现在 你醒了 你醒了以后 就不再是我的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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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爱你 就不再是我的了 我爱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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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不再是我的了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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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陈总 这晚别下雪 路还好走吗 你已经到家了 到家了 陈从 你怎么没走啊 我改变主意了 还没上高速我就掉头回来了 你这样做 你们家里人又要怨恨我 是我哥让我回来的 他有我在过年的时候 一定要带你去听钟声 喂 节日快乐 节日快乐 你怎么没走啊 怎么样 开心吗 很开心啊 你呢 不太好 你在哪儿呢 外面雪下得不错 正在散步呢 外面啊 不冷吗 刚开始有点 可走着走着就不觉得了 雪好看 也不能总待在外面啊 早点回去 冻坏了可不是闹着玩的 回去也是一个人 还是街上热闹 要不然你也出来玩玩 我们一起去听钟声 可 太晚了 你知不知道 手碎的风俗 手碎 你这个流了几年养的 怎么突然心血来潮呢 跟我这个地地叨叨的土包子 谈起传统来了 男人有几个 不是骨子里传统的下人 你的意思是 你也是传统男人中的一员了 那如果我陪你过节的话 有没有红包拿 没有红包 因为我不想当你的长辈 去 谁说你是长辈啊 我是说上司给下属的红包 也叫压岁钱 这次你逃不了了吧 想要压岁钱啊 那你得自己下来拿了 在家里可是拿不到压岁钱的 这中国新年又不是圣诞节 可没有圣诞老人添将礼物 可是这么晚了 你不会让一个女孩子单独出门吧 传统男人 怎么会让自己犯这样的错误呢 你到窗口来 往下看 我在你们家对面 真的吗 快下来 我等你 那你到路口等我 别让我妈看见 我这就下去 别跑啊你 别跑啊你 别跑 还跑 可我打你 别跑 还跑啊你 别跑啊 别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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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奇怪 什么时候领出去的 对了 嫂子 一会儿钟声响起的时候 你可别忘了许愿 新的一年 我最大的愿望就是 你更能够醒来 如果这个愿望真的可以实现 你更能够醒来 如果这个愿望真的可以实现 你走得到 你不愿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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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世面 你这么偷偷跑出来 也不怕你妈妈生气 我也觉得挺疯狂的 好像四分一万 多怪我 是我太想见你 能和你一起去听钟声 我也很开心啊 好 你看到对面街上那一排大树了吗 看到了 怎么了 听说那条路上啊 原来有十三棵大树 但有人说十三这个数字不紧密 就砍掉了两棵 然后剩下了十一棵 也就是一行一一 那这么说来 这些摘树的人 且是三星二一 那个人肯定是个麻烦 三星二一啊 是男人的天气 男人啊 就是三星二一 一颗星呢 铁公司 赚钱也有加 一颗星 给爱 相比 还有一颗星呢 是铁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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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觉得我说的对吗 你说得不错 但如果你把第一颗星放在最后输的话 我想我会更重办理的 要这么说 你现在不重办理了 说说看 你的想法 我觉得 女人不需要三星 只要两一就够了 在意所爱的人 也在意自己 你一向如此吗 我是说 在没有禁止前 就想好了退路 女人比不得难问 只有个星可退 那我怎么进啊 咱们哪 寄不进也不退 你只要跟着我就行了 那你让我跟 怎么样 没事吧 你看你 走路多能不小心撞上 难怪在启明得游人欺负 其实启明啊 也没什么好的 俗话说大公司做人 小公司做事 在小公司磨练独挡一面的能力 也未尝不是一件好事 可是在启明这样的大公司工作 即使只有很短的机会 对于我们这些 出道职场的信任来说 也是最好的升职机会 这倒是 古人娶妻尚且宁要大家丫头 不要小家碧玉 那这么说 我就是启明这个大家的丫头喽 你们女孩子啊 就是欣雅多 哪来的什么丫头小姐的 都不是贤亲带淫生的 草根罢了 拿人饭碗 听人使唤的命 再说了 就是启明的丫头 也没什么不好啊 我不是说了吗 命咬大家丫头 我就是启明的丫头 流浪的小孩 看不到光 看不到光 我是林阳兴兴兴的孩子 在黑暗中努力地坚持 我是爱做梦的孩子 要编织最美的童话故事 我是林阳兴兴的孩子 想把最美的童话 像在夜空化自己的名字 很甜的 我是爱做梦的孩子 想把最美的童话 我们走吧 要不然就赶不上终生了 变成现实 我看见到今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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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它在夜空的童话 那边就算了 那边就算了 这边的童话 我看见到这边 是什么地方 这边这边的童话 对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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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一个人来的吗 对啊 我一个人 我过来凑热热闹 沈林 今天林经理一定请你吃了大餐吧 叶星啊 那跟我们一块儿玩吧 我才不呢 我从来不想当电灯泡 我们都不怕 你还怕什么 我怕什么呀 没什么可怕的 我羡慕还来不及呢 我只是觉得你们俩在这儿不合适 回你那个小咖啡店 喝喝咖啡聊聊天多浪漫啊 林经理 你去过沈梁家吗 她妈妈做的蛋糕可好吃了 沈梁也会做的 是不是 可是你要少吃点 会羡慕布 泥巴 混音机 瑞泥舞 不用你送 我自己能回家 那你倒是打辆车啊 用不着你滚 谁 怎么了 我就这么见不得人了 刚才你一看到叶欣 就吓得赶快把我的手甩开 至于我 看得不得了 我看见了 沈丽 我 我以为你明白的 我不明白 我什么都不明白 我不明白 为什么我要在启明 受那些窝囊金 除了启明 我还要承担这些 来 擦擦吧 好了 别哭了 为这么点小事哭 不知道 李力辰 我觉得我们不合适 你所为的小事 对于我而言就是大事 我沈丽可以忍气吞声地 在启明做事 但我接受不了 见不得光的爱情 李力辰 李力辰 和沈丽元旦之夜 在一起的事 你是不是准备 解后张扬出去 是又怎么样 不是又怎么样 我已经决定了 打算离开启明 离开这些是是非非 是因为我要把沈丽和李力辰的事情说出去吗 如果是的话我可以解释 你不用解释 我知道你做什么事都有自己的理由 你的意思是说我在害沈丽 不是 其实我特了解你 平时你牙间嘴利的 说话从来不留情面 你想往上爬 想要更高的职位 拿更多的薪水 可是你不会害人 其实沈丽和林力辰的事 我也觉得不对劲 哪有在一起不让别人知道的 这对人家女孩也太不公平了 上次不都说好了吗 先不公开 忍一忍 可这次情况不同了 已经大白于天下 还遮遮掩掩的不敢见人 我讨厌这种感觉 放心吧 我们的恋爱不会见不得光的 我还以为你要向我保证什么 沈丽 沈丽 你以为在启明 就你一个人认识难过吗 如果没有了启明的工作 你还可以回到你妈妈的身边 聊一聊伤 然后找份工作 从头开始 可我跟你不同 我跟你不同 什么海龟白 什么外戚经理 名字说了好听 都不是经济宽裕的人家 在国外这么些年 家里的积蓄 早就消耗了干干净净 工作上也是高不成低不就 你知道吗 我和你最大的不同在于 你输得起 可我输不起啊 可是 你不赞同我的做法 对不对 我说了 你有你做事的理由 而且别人也不一定知道 我哥的事是这样 我的事也是这样 你的什么事 像我这样二流大学毕业的人 能够静起名 你肯定费了不少心 爸妈什么都不懂 他们看你对我不理不睬的 还说你没有人情味 好了好了 不说这些了 都什么时候了 事情都过去了 你现在翅膀硬了想飞了 是好事不过 你跟我说说你的想法 准备去哪儿 我想 开家电器专卖店 专卖店 上月的厂家都是老客户了 你想不想掺和一脚 我哪有这个经济实力啊 就不给你添乱了 其实我也没这个经济实力 不过爸妈答应我 把房子抵押给银行 来自助我 什么 我知道 可能你听了这个话 心里面会不好受 我隔住室那会儿生死关头 我爸妈一分钱都没拿出来 现在我要创业了 他们却砸过卖铁的资助我 同样都是他们的儿子 却厚此薄彼 其实 好了 不提这些了 这是你们陈家的事 其实跟我已经没有关系了 你父母这样做 其实我很理解 他们挺不容易的 不过 陈总 以后自己的事情 自己多拿主意 我恐怕 帮不了你什么忙 因为我输得起 所以我活该认输是吗 哪有谁活该输赢的道理 我只是打个比方 那你说 打算怎么办 胜利 给我时间 一年 我只要一年就够了 但愿叶欣不会太过歹毒 把今晚的事传扬出去 一年就没有 将会认为 相对的是 他的感染 很强 最爱的 手续我已经帮你办好了 但至于怎么处理 我可得不管了 那咱们就这么说定了 好 好的 再见 行啊你 这么快就把相姐搞定了 有个人呀 一直在我耳边叨叨 说这个做销售员 不只要学会卖商品 还要学会卖人情 让人家觉得呀 和您一起做生意 是一件非常开心的事情 那行 你以后就顶着这张笑脸 去招摇撞骗吧 就算招摇撞骗也是师傅教的 东西虽然不多 但绝对都是最正宗的湖南特产 这丫头还挺有心啊 怎么样啊 公公婆婆对你还满意吧 这还用问吗 像我这样出类拔萃的媳妇 可是打着灯笼难找的 是啊 林牙利齿 尖酸刻薄 全地球都难找 不过这一点呢 我可不敢跟你比 不过说实在的 你看我胖的嘞 你不知道 回家以后 我撒开了肚皮 大吃大喝的 我妈做那些菜呀 别替我多喝口了 我说呢 这胖的脸上褶都没了 我脸上以前有褶嘛 我脸上以前有褶嘛 那事是不是这个 什么事啊 你别装糊涂啊 当然是林牙利齿跟沈黎的事啊 听说他们两个人 一半夜都在一块刷印啊 是吗 我怎么不知道啊 你会不知道 小弟大妈都知道 你说那俩是不是都权利关系了 说不定啊 跟经理都去见这母娘了呢 这下有好戏看了 有什么好戏看了 你一个大男人 不听我们两个女人的四番话 叶欣啊 你说说 他们两个人会走人 你累不累啊 猜这个 叶欣 这是我写的年终总结报告 你帮我叫一下 然后打印出来 马上叫对 好 我去李总那一趟 有什么事随时给我电话 你放心 辛苦 我看啊 我们起名公司 快要成医院员了 生日快乐 你怎么知道啊 我怎么会不知道啊 谢谢啊 陈从 方总叫你过去 哦 进来 方总 你为什么要辞职啊 放着启明这么好的工作不做 他外面创业 你知不知道外面的经济环境 世界五百强企业 每天有近两万个工作岗位被撤销 方总 我准备做电器专卖店 现在他们起名的营销渠道主要是大中型的卖场 这是建立在顾客对于大卖场的信任上 可是随着电器战略品牌的推动 这种信任已经从卖场转移到了商品的本身 所以我觉得低成本的卖场将是大势所趋 真是好眼光啊 都是做这一行 到哪座山差哪个调 哪个调能赚钱哪个调会亏本 这心里都跟明镜似的 我也不怕实话告诉你 开专卖店这条财路 我本来想利用启明这个平台往大力做 一举拿下全国市场 但是启明志不在此 他们的工作重心在生产基地 那边的资金有缺口 就打算在网上考上市做概念 来一场圈钱运动 我们这些小兵小谢跟在后面 最多也就图个温暴 要想真金白银地装到自个儿兜里 唯有这次难得的机会 与其将来让别人对启明釜底抽薪 还不如我们自己来愁 以以下入口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